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鸡大宝呀 今天一大早,大宝就接到了小伙伴们的挑战 说是可以在不好有的情况下使用滑翔机飞行 不仅如此,听说还能比空头飞机飞得还要高 首先先让我们看看原视频 好,家伙这飞得也太高了吧 下面那个小点点,仔细一看还真是空头飞机 虽然大宝不太会开滑翔机 不过既然小伙伴们发布了这个视频 那我们就开始吧 找了一圈,我们可算是找到滑翔机了 首先我们先把滑翔机的油加满 毕竟滑翔机真的挺好油的 接下来就是直接启动了 哦,很好,起来了 虽然大宝不怎么会玩滑翔机 不过多多稍稍也知道一些 滑翔机的最低飞行高度 会随着地形的起伏而改变 所以我们只要往高处飞 问题不到,我们就当转个项 再来 哦,这么一看 空头飞机还挺高的 那如果我们要飞得比它还高 就要往地图上最高的地方飞 没错,那就是山顶废墟 嗯,很接近了,游戏 嘿嘿,怎么不受控制了 感觉越往高速飞 滑翔机就越不受控制 难不成是因为风力影响 但是这个游戏也没有风力系统啊 马萨克,小光光是准备往游戏里添加风力系统吗 高度直接上去了 速度也快破150了 不会吧,不会吧 我第一次挑战就要成功了 160了,我要成 嗯,这高度怎么又掉下来了 不能够吧 小飞机你等等,等等我 啊,哦 没想到两桶油都不够 可是飞进途中还不能加油 那只能喊来探美帮忙加油了 不能够啊 这次的速度怎么上不去啊 难不成是因为地面海拔不够 那沿着山飞呢 哎,哎,高度慢慢起来了 这次从军事基地出发 都快到山顶废墟了 这高度怎么还是起不来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再往山顶废墟靠一下好了 大宝你闲不闲啊 这已经五桶油了 我们真的没油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哦,不 哎,太美,再来一把 来了 为啥 自己看 哎,好吧 我真的是太难了 咔容 好 看 顾 王 我 recall